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罗马还有一个艺术品 我刚才也看了 叫做狼孩 看到吗 狼孩 一个母狼下面是孩子 罗马人据说是狼 狼来长大的 所以以这样一种野蛮手段立国 以这样一种抢婚制度 成家立业 然后还进行决斗式的厮杀 野兽的斗兽 那么这证明了 它的立国时候的文化 是比较简陋的 处处表现这种野蛮的 那种野蛮的一种 原始人的一种野蛮 也就是说把决斗式 把人当作野兽人来对待 显得相当无情 所以我们说 罗马的奴隶制度 是最具有压迫性的 那么那个等级生严 人与人之间关系比较冷淡 我们说希腊文化 英雄主义里面 有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什么 就是亲情 友情 但罗马是什么情 罗马主要是表现在一种功利上 这也表现在他们的家族制度上 罗马的家庭 实际上是一种买卖关系 罗马人那个娶妻啊 生子啊 他和其他的教育没什么差别 父亲就是了 那个妻子娶过门以后呢 就变成了丈夫的财产 儿子即使当了大官 他的家里也不得有私产 因为家里的产产是属于他父亲的 妻子有很多钱 但是妻子嫁了丈夫 就得把钱给丈夫 妻子的财产就都是丈夫的财产 这就是一种买卖 所以家里也没有亲情 没有文化上的沟通 没有情感上的那个互相的支持 没有爱情啊 所以我们说 罗马人的友情是有的 罗马人的友情表现在那个 彬彬有礼之上 人与人之间呢 各自藏着自己内心的想法 各自有各自不说出来的秘密 但是他们为利益而结合 而不是为了意气而结合 所以罗马人和罗马人之间呢 都是小心翼翼的 彬彬有礼的 但是家里呢 却是被丈夫控制的 爱情比较稀少 这就是为什么凯撒一跑到那个埃及去 看到一个埃及艳后 克里奥佩特拉 马上就爱上他了 是吧 因为看到他如此美丽 又如此有尊严 如此自由 这就说明 罗马这个地方 他是比较那个大男子主义 没有那个 没有什么 没有真正的爱情 第三个精神的要素呢 就是说呢 罗马人比较追求感官上的快乐 罗马人也要有快乐 但这个快乐不是指一种抽象的快乐 也不是指我们上节课所说的心灵的愉悦 而是身体上的快乐 那么身体怎么快乐呢 身体当然是可以快乐 那是情欲上的重欲 罗马人洗澡 那要洗好多天 罗马人洗澡到里面还设宴 谈政治 罗马人吃饭的时候也是重欲的 如果吃了很多很多东西 然后呢就去洗澡 如果那个喝酒喝的太多了 吃不下了怎么办呢 他会吃一些药 把它呕吐出来 然后继续再继续喝酒 继续循环作乐 所以呢 罗马贵族的生活呢是很重欲的 他也喜欢追求感官的刺激 刚才说了 看一千个奴隶 绝对是吃杀 看那个野兽之间 那个丝杀 他那样就觉得是扬言 还有吃饭 罗马人建立很宏伟的公公御舍 里面可以洗澡 吃饭喝酒 谈阴谋 就喝了很多酒以后呢 饭也吃了很多 吃不下怎么办呢 就吃一种欧土的药 然后呢再继续什么继续吃 这样就很开心 吃完以后觉得没劲了就去洗个澡 然后洗完澡再睡觉 睡完觉以后再吃 所以御舍一定要建公公御舍 你们知道罗马的公公御舍是很普遍的 我们知道西安我刚去的 西安有个华清士 看到吗 华清池 他是那个皇帝太子贵妃洗澡的 他也有这个东西 但罗马公公御舍呢 他有更多的贵族的 所以我们说呢 罗马人是很注重什么 感官的刺激 感官的快乐的 罗马人把感官发展到极限 罗马人的听觉也不是那么灵敏 他们的听觉 预计说是听得很清楚 不如说是很警觉 罗马人与罗马人之间 都是很有醒觉意识的 戒备意识的 那么就想问 为什么罗马人这么重欲呢 很可能就是为了放松 罗马人平时太紧张了 人生太不安全了 太有压迫感 太有压力了 那么怎么办呢 就要去寻找一种放松的途径 终于就是放松的途径 就忠用罗马人去循环着乐 以便放松 所以我们现在的人 有很多人要去吸烟 甚至有些人要吸毒 他可能也是为了一种什么 一种有影的一种放松 这样 第四个元素 是罗马人很重视荣誉 罗马人很要面子的 很重视荣誉的 罗马人对精神的形象化 不大能够理解 但是对荣誉又很看重 所以有句话说 叫罗马的光荣 听说过吗 罗马人认为什么都要光荣的 为什么荣誉对于罗马人如此之重要呢 因为荣誉对罗马人认为是有用的 凯全门 凯全柱 都是荣誉的误化了的表现 荣誉生怕别人不知道 一定要把它显示出来 我们现在做人经常要求你什么 低调处理 是吧 希腊人就很低调处理 希腊人 你说那个荷马 荷马 那个荷马史诗如此写得好 但他只是个盲斯人 是不是 希腊人那个张扬的是神 觉得神很了不起 但是人都是很渺小 但是罗马人不同 罗马人要把自己当做一个英雄 而且呢 要用一些物质化的手段 把自己的荣誉感给表现出来 荣誉生怕别人不知道 一定要把它显示出来 就像你如果有奖状 一定要把它贴在墙上 我是被社会承认了的 所以罗马人很看重这个东西 罗马人家里有那么多的奖状奖杯 就掩盖了他自己内心 不被社会认可的一种焦虑感 你到人家家里去看看 二十多张奖状 你还敢碰他吗 你就觉得这是 罗马人的一种荣誉感 荣誉在罗马有很多个用处 荣誉有什么用处啊 一个用处就是很有声望 罗马人的声望 不是靠学习文化得来的 也不是靠写诗写出来的 更不是用文章表达出来的 而是靠武功 靠财产 靠地位 靠功劳 靠打仗 所以罗马人的内心里面呢 没有考虑那么多虚无缥缈的东西 他的内心里面就是希望通过一种物质化的手段 来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和荣誉感 罗马人的内在精神世界呢 就是很难和人谈起 所以我们更多的看到是罗马人很沉默 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我们很少看到罗马人寄日记 怎么寄日记呢 很危险 他就不寄了 你看到罗马的很多东西都是公共的财产 你看不到他私人的一面 他不那么谈吃些什么穿些什么 不喜欢谈这些东西 他跟你谈的是国家大事 所以罗马人都是天生的政治社会活动家 你和他谈天 你说你家里过的什么吃些什么 他不和你谈的 他说明天怎么办 国家走向何处去 要不要打仗 所以罗马人走后门搞人际关系 搞阴谋搞小集团 以便获得他们功力上的一种荣誉 所以这种荣誉在罗马人那里 这是社会的一种获得性的身份 我们知道获得性身份在罗马那里很重要 有两种身份 一种是什么自然的身份 刚才说我们的性别 是吧 我们的年龄 我们的家庭的那个出生 这种就是什么 世袭的天生的身份 但是有一种是获得性的身份 获得性身份 比如说你们的博士学位 你当了大学生 你得过奖励 你当了战功 这个获得性身份 所以罗马人呢 他更看重的是这种获得性的身份 获得性身份就是靠你自己 真来的地位 真来的荣誉 而不是看你的家谱有多么伟大 主要是看你的功劳 这种情况和罗马没有很稳固的 稳定的世袭制度有关 罗马是个帝国 但是不像中国那样 皇帝是世袭的 其实到了罗马帝国的时候 皇帝也不是世袭的 他有个奇怪的制度 叫做什么 叫做养子制度 像那个大卫 就是那个凯撒的 像那个什么 那个乌大卫 乌大卫就是凯撒的外甥 而不是凯撒的儿子 这样一种情况呢 有点叫过忌 你知道过忌制度 知道吗 就是过忌给你了 这个意思 所以他那个世袭有点不完善 这和他的会主统治方式 是有关的 罗马文化里面的第五个精神元素 叫做目的性 没有目的的事情 罗马人不干 做每件事情 必须要有目的 没有目的的事情 做他干什么呢 这样人就很紧张了 有目的性的人 效率一定是高的 没有目的性的人 效率一定是低下的 所以在座的各位大学生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养成这样的习惯 每天早上起来订个计划 说今天我要做五件事 晚上你再看看 我今天五件事是不是做成了 没做成你就别睡觉 是不是 一定要完成这五件事 这就是罗马人 罗马人每天起来就订计划 五件事是必然会完成的 那五件事必须会做 这就是罗马人有纪律性 压迫性 如果你在做第一件的事情的时候 做得特别高兴 突然之间一个朋友打电话来说 哎呀你不要再做了 我们一起去玩吧 你说好我不做了 我陪你去玩 你们有这种经历吗 正在认真的工作 突然一个朋友打电话说 我和你一起去吃饭好吗 你会去吃饭吗 好啊好啊 你就去了 对吧 这就是你不是罗马人 罗马人保证告诉他 我不去 为什么我在思考国家大事 就这样了 对吧 所以罗马人做事就是很有目的性 五件事就是五件事 一定要做好 每天那么多事情 那么多弄得自己很累 弄得别人也很累 所以罗马人早晨四点半就起来了 晚上十点钟才睡觉 他一定要把要做的事情 全部做好 这样一种精神呢 也可以说是罗马文化当中一个优点 就是效率很高 但是每个人弄得很累 所以目的性如此之强呢 和罗马社会 一直是处在高度的竞争之中 是有相关性的 实际上那个竞争呢 不是很好 而罗马社会是高度竞争的社会 没有竞争怎么活呢 所以罗马人是把竞争 当做生活的一种正常手段 罗马人就喜欢竞争 他就喜欢去打仗 他就喜欢去找人拼命 所以罗马人就怕找不到对手 所以呢 找到对手以后呢 他还和人过招 即使胜利了 他心中有一种寂寞感 所以我们就觉得罗马人看人生了 就是比较简单 要么往前走 要么往回走 然后我们知道 人与人之间呢 是通过一种 一种竞争关系而确立的 所以罗马的英雄呢 他是走过很多路 有很多战斗经验 这里面呢 我想起一个电视剧 不知道你们看过吗 叫做奋斗 看过那个电视剧吗 奋斗里面呢 那个有讲到一种思维方式 叫做小象思维方式 叫胡同 小象就是胡同 小象思维方式呢 就是叫什么呢 就是说有这么一种思维 就是你在里面 你好像能在一个很狭隘的 很宅的一个弄堂里 要么往前走 要么往后退 你不能往左边走 也不能往右边走 你往往是前面走不通了 你就往后退 比如那个奋斗里面讲 一个人 一个人跑到一个俱乐部去了 什么俱乐部呢 叫射击俱乐部 他发现里面的那个俱乐部的成员 都去打枪 为什么打枪呢 因为他们心里很愤怒 要想发泄 后来呢 那个人就去观察 发现那些 靠打枪来发泄情感的人呢 都是生活在小象思维里面的人 他们不那么成功 基本的思维 都是家境贫困 靠自己努力 奋斗成人 四足奔弊 没有大出息 基本的思维方式就是往前冲 冲不了就往后退 往后退不了就发泄 参加俱乐部打枪 所以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叫什么 叫做小象思维 然后后来那个人啊 就又去跑到纽约的华尔街去了 那边都是成功人士 然后富恩德里面那个主角 又去注意成功人士当中的失败的人 他发现在成功人士里面失败的人 主要的失败原因也是那种小象意识 就是不给自己留任何余地 但是你想假如你是生活在一个 不是福童里呢 生活在一个高奥福球场里呢 那你可以往前面走 也可以往后面走 也可以往左边走 也可以往右边走 你给自己很多的回旋余地 你可以向任何方向走 可以往东往西往前往后 那么有回旋余地 但是你在一个福童里面没有回旋余地 要么往前走 要么往后退 往往是往前走不通了 那么就往后退 这种小象思维方式 就是罗马人的思维方式 就是罗马人的思维方式 罗马的每个人 由于他都具有很明显的目的性 就往往把自己的思维 弄成了一个小象思维 把自己设计的那种精神 那个局限在一个福童里 不是往前走 就是往后退 往前走呢 有很多竞争 很多阴谋等着他 结果就愤怒 就压抑 就忠欲 就无聊 这一点呢 罗马文化里面 这一点呢 对我们都是有启发的 我们每个人呢 实际上也有可能 在自己局限的激发性里面呢 走向什么 走向你自己精心设计过的 那个小象思维 我们说今天定个机会 我一定要成为最伟大的画家 我每天做什么 那古代的人有几条路 那么我现在也要设计 如果你不能成功 那你就怎么 不能成功 你就成人好吗 望往前走 不行就往后退 这样的思维方式呢 和文艺复兴的那个时代的人 是不一样的 我们知道文艺复兴出现一个伟大的人 叫达芬奇 看见过吗 听说过吗 达芬奇就不是小象思维 他虽然是画家 但是他也搞解剖学 他也搞工程设计 他也制造飞行器 他也关心自然考察 所以他很宽阔 对吧 艾迪森也很宽阔 这些人的思维呢 从来不把自己局限在一个固定点上 这些人具有的是一种立体思维方式 今天他搞科学 明天搞艺术 后天去解剖尸体 然后去制造武器 在立体的思维方面呢 就出现了学科与学科之间的交叉 这样呢 就把一个工匠型的人 训练成为一个现代科学家 这样的人也会更注重你的 全部的知识底蕴和你的境界 而不那么注重你的技巧 我们过去说过 海明威胁老人与海 主要不是靠技巧去写的 主要靠什么 靠境界和底蕴去写的 所以我们过去的北京大学呢 它也不是叫什么系的 而叫什么门 知道吗 我们叫哲学门 史学门 国学门 哲学门 它觉得从哪上门进去 得一样的 里面房间和房间是什么 是相通的 对吧 所以它不是一种小象思维 小象思维呢 就容易把知识变成一个方块 放在那个冰夹子里去动 而不是让它流动起来 所以呢 那个我们看呢 就是说 那个希腊人在这方面呢 虽然强调个人主义 但是他们的思维方式呢 却是比较宽敞的 而罗马人呢 他的目的性太强 他的计划性太强 一个呢 目的性又强 计划又强 又追求高效益 又重重荣誉感 很容易带来什么 小象思维 另外一种元素 第六种元素 我们叫做技术性 罗马人对一切 纯技术的东西 都特别的喜欢 因为技术可以帮助你成功 罗马人如果能够 知道有计算机 他一定喜欢用 各种技术发明 都加以创造 所以从科学发展来说 从建筑的技术来说 罗马人都是第一流的 罗马人有一流的造路的 建筑造路的技术 修桥的技术 制造武器的技术 制造那个什么 方正的技术 罗马兵团很厉害 科学在罗马时代 大大发展了 这和罗马人思维中的 那个重技术的习惯 是有直接联系的 罗马人为没有技术怎么行呢 打仗要靠技术 罗马方正 往哪个方向跑 都是一种很高的技术成分 技术成分是罗马人一种爱好 我们说也是一种古老传统 我们说也是一种古老传统 我是一种古老传统 根本是一个 还有一种古老传统